進到台北市的壓其實都還不是在 我們確認都不是在有受感染的地區 換句話說目前進場的壓制 其實都是在管治之間的事 目前是還算安全的 那麼第二次在土地來源 我們事實上來自屏東、高雄、台南、嘉義、南投、雲林這些地區 我們也非常清楚的確查 從上禮拜五 因為9號晚上我們就開始清查 那整個到目前為止 所有進入台北的積壓 都是沒有在來自疫情地區的 這邊也跟所有市民朋友做個說明 下面 那麼當然我們還是要做所有的應變跟準備 那麼整個在前後感的防疫應變措施裡面 有幾項特別 我們已經從上個禮拜五 包含禮拜六、禮拜天我們不休息 然後到昨天一直在做處理 包含整個我們全市的早期監測系統 那所有的這些數據資料 也都在各位新聞稿上有說明 那包含對水行的管治 那尤其是我們這邊要特別跟大家宣導 是不要去接觸所有的野鳥、所有的駕鵝 那因為目前為止這些病毒都是在 鳥跟家庭之間的互相流傳 但是還沒有流傳到人 那盡量減少接觸來影響 來避免這個病毒的變種 這是我們特別要來呼籲的 那同時其實衛生局這邊整個 我們防疫物資跟抗病毒的藥品都已經準備好 那麼針對學校的午餐、食安的查核計畫 我們在啟動 同時針對整個聯合茶系維發屠宅 在這部分我們也持續在進行之中 那麼我們也在嚴密的監控整個積壓型的這個肉價 待會兒都簡單做說明 那麼整個家庭配搭市場的防疫措施 我們已經經過兩次消毒 禮拜五晚上一發生這樣的殉情 在這個南部發生之後 我們禮拜五晚上還做第一波的消毒 那麼在昨天第二波做全場的清場消毒 那麼整個在加強的輕氧液高風險族群的衛教宣導 以及做所有的必要的這個應變醫院 跟指令的醫院 我們也都在做好準備 相信 那麼整個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做 對現有的這個物價的調整 一直在做關切 那麼事實上從上禮拜五到昨天為止 到今天早上 目前物價其實在積壓的部分其實還算好 沒有做大幅的改變 這是兩個價錢的變動 事實上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調整 但是在這幾日還沒有做巨湖的改變 這邊也跟各位做的報告 下面 那麼其實也這邊特別跟所有市民呼籲 有基本的六部三藥業者 第一個簡單講說不要靠近接觸餵食 所有這些鳥類所有的積壓額這些群類 那麼所有可能發生情有感流行地區 我們也建議盡量少去靠近 那麼同時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這些群鳥 那不要去接觸販售購買 跟去接觸這些可能例病的群鳥 同時也不要去自行載殺群鳥 那麼同時不要去生食群鳥類的製品 那麼三藥就是要勤洗手 熟食跟均衡飲食 保持休息有適當運動 來維持身體的健康 來增加它的抗病力 這個大概基本上 我們這邊也跟所有市民朋友提出來的呼籲 那做到不要生思 不要去接觸群鳥 那讓這個疾病可以得到一定的管制 那以下台北市所有相關局處的整體動員 以下先做這樣的報告 好 好 那我們針對今天市長會議之後 記者會議我們請市長推大家說明 再來 目前這個群鳥感還是在鳥類跟鳥類之間傳播 還沒有說鳥類傳到人類 所以在現階段應該 一般市民重點就是不要去接觸鳥類 特別是野生的鳥類 所以不要去餵食 不要去生吃這個鳥類的這個肉 那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綠果腺病毒 在100度C一分鐘就可以殺死人 所以原則上就是熟食 在這段時間不要生吃這個鳥類之餘 所以切斷把它熟食 就煮熟再吃 那吃完之前起手 那維持自己身體健康更肥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還是會密切觀察這個疫情的變化 真的有什麼特殊變化 我們再集中緊急演變教室 好就這樣 好 今天主要是針對這個疫情的做檢報 然後提出六部三部的重點 那現在開放記者朋友提問 有沒有要針對今天的新聞 解釋問題 好嗎 謝謝 謝謝 司長 不好請示臺是宛如 請教 其實課長您其實在年齡層很低的 國小學頭的那個 學徒群上其實很受歡迎 但是昨天還有好幾次 您的口頭禪不斷的有出現髒話的狀況 您已經撤回全市大家長 是不是應該要跟全市的市民做個道歉 還是說您覺得這樣的事情不足以影響 未來佳佳麥老師在教育小孩身上 您的口頭禪不斷含了非常多的髒話 是不是為這個事情跟全市民道歉 其實我都沒有注意到 我有說昨天特別 那個案子在凋退的時候 有啊 有 有就要道歉了 我是自己都沒有注意到 注意到我自己知道就不會講了 好 下一題 市長 想請比較一下就是有關於這個查稅的事情 因為這個國際國稅局是提到是說 這個是因為有人去檢舉他們才必要的這個 來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是想問說 現在國稅局已經有人找您了嗎 那目前的話就這個 有人檢舉的部分您怎麼看 國稅局目前是只有去查候幕 當然在選前那些 所有我過去有去過演講的單位 有更多有 財務上有交接的單位都被調查過 那 我想這件事情喔 就到這裡為止吧 因為我想 到底 到底是怎麼會維持大家心裡有數 就不想再去討論 如果這個國稅局突然變得這麼勤勞 效率這麼高 那 那做一過不是去檢舉檢政檢舉打對吧 沒有聽到國稅局有什麼動作 我想這樣喔 國家還是要儘量做一個中立 就是中立行政 動作不要太奇怪 那就是互相勉勵 OK 市長想請教大巨蛋國父經理館連通道的部分 因為其實除了是進場的需求之外 其實散場的部分 如果每次的球賽有上萬人要散場 其實對整個中立的交通是一大衝擊 那如果沒有連通道的話 是不是在散場的上面會有一些 可能一些急難的問題 那再者 其實今天遠雄他們也認為說 這個連通道該是有必要的 想請教市長有沒有一個 比較確定的就是他到底有沒有那個需求 那什麼時候定案 市長那個連通道在地底下 是已經都畫好了 主體 就是那個在國會經理館這邊的出口 不過後來我看那個在國會經理館這邊的出口 設計也蠻奇怪的 並不是直接就 從地下就這樣上來 我想這件事情是這樣 這個地下的連通道 不影響整個大巨蛋的主體建築 所以也不影響2017年世大運的進行 那 關於這個 四萬多名的觀眾 在散場的時候如果組織 你知道 我想這個還是 那就專業問題專業解決 我們再請交通局 再分析給你知道 事實上如果要做地下連通道 也不一定要照目前的方式 那這個就牽涉到跟國務經驗館的溝通 但是國務經驗館並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單位 所以這個是要 再再商量 因為我不認為目前的設計方式是最好的方式 那這個就牽涉到還要跟國務經驗館還要再溝通 所以結論 目前大巨蛋的進行會影響十大運的進行 那就繼續蓋下去 那地下通道是讓主體工程也做好了 只差一個出貨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這個不是在 不是那麼緊急 那至於在 到底要怎麼做 我想還是專業解決 那我們就請 交通局跟捷運局公務局 在討論過以後 在我們再跟 在講說我們要怎麼處理 市長請請教一下 這也前面有說 這個中校公路 以及四大運站相關 然後是中校公路跟這個光路南部 附件這個 陸變這個行道處 他們覺得就是之前 前一個市長給市府的這個 已經跟他們招待說 可以就是拆掉 先移這些數 然後 拓關一兩個車道 然後讓這大概到 大概這樣周邊的交通 可以更順暢一點 那現在市府 你怎麼 就像市長你怎麼看 就是這個市制 要怎麼處理 我想喔 遠秋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市府溝通 我們說話不需要 透過兩戶新聞補強溝通 我對這種態度不是很難以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就專業解決 跟外面方法也沒有什麼意義 那真的 這個事情如果你有辦法解決 那 你就必須忽數管理 我想是這樣 這個 這個 該怎麼解決 就怎麼解決 那專業問題 我想 遠秋大區讓你處理公平台 就繼續進行 那這些 我們這些 我們也不是說完全是 意識形態 在做什麼事情 也是按照實際的需要 如果這會影響到實際 2017年 世大運的進行 我們還是會小心 但是目前這些 不是那麼緊急 那既然有意見 我們就 歡迎遠秋來跟市政府來談 市長請問一下 那個 關於世大運的選手 除了目前 就社會住宅這部分 有跟新北做溝通了嗎 另外新公處說 他們希望 就是不要花那麼多錢 餐廳可能改為帳篷 這已經定案了嗎 這個 怎麼用 我想是這樣 今天下午第一次 營建築 台北市新北市會坐下來談 我想是這樣 這個 還是給市民最大利益 我們也沒有說我們要自己控制 但是如果 銜接可以銜接得很好 那也沒有問題 我想是 我們只是把問題拋出來 既然是 這個問題嘛 要解決嘛 我也不認為說 26億 26億還是 比蠻大的數字 我也不希望說它是浪費 所以我想是這樣 等下午 聽建築 台北市新北市 關於這個 比賽結束以後 如何移座這個社會住宅 或是公共住宅 這個移交的過程 或是將來的這種運作方式 大家講清楚了以後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 這26億 應該怎麼滑會比較有效 所以我想是這樣 我想是 我們禮拜天去看 禮拜後馬上就下午要開飛 所以表示說 我們整個政府的效率提高了 我想這也很好 所以這種東西就要談過以後才能夠解決 我當時的意見是這樣 我們先想 比賽結束以後 那個國展公共住宅 要怎樣運動 要長什麼樣 那條線決定 那個決定以後 我們來盡量 目前在往那個方向靠近 就省掉說 又蓋了 那用設定拆掉 如果我們用最後的需要 再倒過來看 這邊再做 盡量能夠接近最後的使用用途 所以楊市長 下午談過以後 所有這些就會有比較清楚的想法 請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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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跟國發會主委 廣州民見面 有談到空總那塊地 是不是有提出一個數字 說如果多少錢 然後北市可能就退出這個開發 講像昨天 這樣講不太 應該這樣講 因為廣州民也是排大的效果 昨天我們有 有談過啦 氣氛良好 因素上是這樣 那個關於空總 就不要分割開發 不要說一塊地 要切開 所以 我們就由國發會來主導這個開發過程 那當然 一些必要的 周邊的建設 台北市政府會幫忙 所以這樣應該就是說 我們 這一塊地不分割使用 統一就整合來使用 然後 台北市政府跟國發會 會關於怎麼使用 會達成一個共識 這樣 所以有開出一個數字嗎 那這樣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本來台北市應該分到一塊地 那既然要整合使用 那台北市政府就應該得到一個 就以地換錢 但是我們也不是要換錢 我們就換成其他的 台北市其他的國有地 因為我們還是需要一些土地來 蓋我們所謂的公共住宅 有嗎 有嗎 有問題 柯平先生請問一下 因為您之前有 在村坊中有提過說 就是預計四年要蓋兩萬戶的社會負擔 那目前您有選定哪一塊地要 做為先蓋的部分 我們在前幾天 地震局局長 已經在整個台北市 公有空地 有做一個大標 OK 然後我們現在發給各局處 開始去思考說這些公有空地 要如何使用 那最後度發期會再負擔 所以你的問題 我想是這樣 我們雖然是目標是要在 四年內要蓋兩萬戶 那如果有 將來是要蓋到五萬戶 但是 要在哪裡蓋 我們不是只有討論蓋那個公共住宅 更重要是整個都市的規劃 所以這些公共住宅 要蓋在哪裡 要放在完整的都市計畫之下 去思考 所以我們已經繼續在進行 大概地都已經清出來了 現在就是 由杜化局來整體思考說 公共住宅要怎麼蓋 要蓋在哪裡 我想大概 大概在 我估計應該在幾個月內 會比較清楚的那個 那個 那個數字給大家知道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等一下 各位 我想請教一下 關於那個烏國人問題 因為現在經濟部說 他們的公司是屬於 五億元以下營業額 所以應該是由台北市管下 等於說這個提球是踢回了台北市 難道現在台北市怎麼處理 那第二點是關於那個新一路六段的多關問題 現在好像居民跟市府之間的協調 有一些沒有共識 所以那邊的工程 比如說是捷運站 站體的開發 現在是延島的 那台北市這邊怎麼處理 第一點喔 郵果這件事情喔 我想是這樣 如果經濟部講清楚是 全權由台北市政府決定 那台北市政府就會做決定 確定 他不管了 那如果是這樣 我當然知道 如果你真的不管了 那要把地球踢給 那要把地球踢給我 那我就真的 我們就開始自己的討論 然後決定怎麼做 我想是這樣 其實話都清楚 如果你不想做 要把工作推給我 我不會處理 但是 大家看政治說他不管了 我就會處理 另外那個新一路那件事情 新一路六段 那個是哪一個 我想是這樣 如果一樣 如果有爭議的話 我們就請捷運局 我們沒有怕在這個地方 馬上告訴你說的答案 像這個如果突然出現 那我們就請捷運局跟均勻協調 然後把問題 再放給市長市府委員再討論 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交代決議局局長馬上去處理 一兩天再給你講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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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是說 卡稅的事情其實太傷害 因為現在有傳說 那個泰政委員 可是那時候檢舉的人 然後他今天也有在 問你 就是說 他甚至話講得比較重 是比如說市長這樣子 就是這個 搖擺無農屁的褲 你怎麼看這樣 搖擺無農屁的褲 這是講他嗎 這是他講的你 我想是這樣 我也不想再跟 再跟我們這位競選 輔選大將 講什麼 我想是 選舉結束就結束了 我現在根本不想理他 我們就自己 我想是這樣 市民 85萬市民 最多人最大的期望 就是把台北市這樣做好 所以我昨天才會有那個側高的動作 你知道 其實選舉的時候 恩恩怨怨你知道 有些我也會比較不爽 你知道 但是太過分了 你知道 但是 我倒覺得 我 我們撥得好好的 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抱負 所以我會努力把市政做好 你知道 讓這件很痛苦 好 市長 居然一下 物額這件事 因為就是物認定 他是違法經營 所以換句話說市長會 接下來就會撤銷他的商分 對不對 市長可以不是說 來 來 童文前 產發局局長 我這邊做專業的說明一下 在這個公司的相關規定裡面 目前公路總局所裁定的 他叫歇業 歇業的意思是說 叫做一年以內 一個月以上 不是就是說 把它撤銷 所以我們要 經濟部算是很清楚的 如果你用的叫做歇業 而不是停業 我剛才講說 停業是叫做 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 所以他並不是真正 把他的營業權剝奪 要把Uber的這個營業權剝奪 是公路總局的權責 我要講很清楚 那他很清楚 如果他今天下達的是歇業的處分 我們立即撤銷他的公司登記 這樣清楚嗎 就是 依照法定的規定 現在公路總局給他的叫做停業處分 他不是一個叫做自家公司不能營業 所以商業市這種講法 其實是沒有真正回應公路總局的措訪 所以公路總局現在其實也面臨他們 正在做疏願 所以如果說他確定他所下達的 是一個歇業 換句話說禁止他營業 那當然公司登記就會把它取消 目前其實公路總局跟商業市 並不是這樣的處理 所以他把他說這是台北市的問題 我覺得是有點模糊焦點 謝謝局長 他的名譽晚拜選最後好不好 現在大家就是關於這個施大幣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的焦點就是 擺在這個12天燒26億 那這個26億到底 現在我們的理解就是說 是燒什麼部分 是還在那個140億的設備裡面嗎 還是說那26億是燒什麼地方 那還有另外就是說 這選手圈的產權 目前是在台北市身上 還是在新北市身上 140億是蓋那個選手圈的硬體 26億是在那個比賽期間 運作選手圈的費用 所以硬體的費用比較沒有問題 那個大概就是硬體看的到OK 我們只要把它蓋得近戰近平就可以 現在問題是那 那個26億是在 在比賽期間 運作這個選手圈的費用 OK 我想這樣 一切等我們今天下午談過以後 會有比較清楚的這個圖像 那這些才有辦法說 我想以前只是沒有談 談了以後就 那剛才就講到一個重點 這到底以後殘權是誰的 是啊 是變新北市來的 我不曉得 因為出錢的是零件書 那140億也是 也是中央政府出的 不是地方政府出的 所以他給誰應該就給誰 只是說給誰 產權是誰的 怎麼運運管理 我想這樣 這等談過以後再講 就是以前都沒有談過 所以我才不曉得說 這過渡的中間 這12天要怎麼過渡 清楚了以後 我就比較清楚說 這12天要怎麼運作 好 來 戴宣說 市長 我是東森的戴宣 那個想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那個 市議員李鑫 他們在那個 羅斯福路那邊的圓環 說有一個 地主他要承租了 就是台北的公有地 但是他私有地就被拆住 所以就變成說 圓環那邊有一棟 是被拆一半的房子 然後是在公有地的上面 然後他們就想說 那市府這邊的話 如果是針對這種 破壞市容的 這樣的一個 建築的話 應該要怎麼來做處理 是不是這樣 好 我跟你講 這個四處突然 突然回答 我調查過再回答 好 謝謝大家今天記者會到這邊 好 拜拜 謝謝 謝謝